和天灵凤行站在一起 相反 它是个令堪定凤行遭到孤立的决策 这种说辞指向的隐情在于 他们想要利用结婚一事架空中间 而此事成功的关键 是天灵凤行对这场婚事没有任何想法 但如果我们假设 演授另一事后 天灵凤行早就想对势力薄弱的堪定凤行下手 您接任天灵凤行之后迟迟没有动作 不过是顾虑钟小姐的感受 对您来说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射凤行的支持下 尽快办妥婚事迎娶钟小姐 那样一来 人来如此 没错 如此举措 一旦那些人 我明白了 我们需要保证被跟我聊过天的 那么他一定就叫大人 时候差不多了 对 呛